全新系列为您播出 喜怒哀乐 拜我行 真实快乐家喜怒哀乐伴我行 罗敬芳和飞越家庭服务中心的资深顾问林展辉先生与你同行 展辉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展辉老师喜怒哀乐 我们上一次谈第一个就是喜 我想情绪的选择我们都很喜欢喜 我们都喜欢乐 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 什么是真正的喜乐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 是当我们讲你要有喜乐的心情 到最后是你要管理好自己 我们上一回讲到说 很多时候为什么我喜乐的时候 我不能够表达出来呢 因为有些人就是怕 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怕别人知道 有些人很习惯的把所有的苦 有苦自己知 当我们学会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放进去的时候 你不知不觉 你也在学习把快乐的东西放在里面 因为这个是你的习惯 有困难我自己收 我自己知道 我不要让别人知道 但你不知不觉 你也把快乐的东西自己收起来 自己放进去 你自己 因为我们不知道情绪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 我选择把苦自己收起来 把快乐跟人家分享 不会的 就变成一种性格 就是我全部东西都学会自己收起来 展辉老师会不会男性比较多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们前几回也讲过男人的情绪的表达的时候 这一方面情绪的表达对男人讲是比较弱一点点 因为他不懂的选择 也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他就把它收起来 他那苦不如意的事情 他收是他知道的 但是连快乐都不会表达 我们常看到就是男人 因为喜怒哀乐在那眼中完全没有表情 因为他不懂 他不知道 他收了太久 以致他很习惯性的 有东西来就收了 所以他慢慢收了之后 其实他内心里面就觉得 我不需要表达 我表达来做什么 好像一直在否定自己的情绪 所以如果讲 哎呀你今天得了这个奖状 我得了 OK咯 很好了 谢谢 他没有说像有一些 我很高兴我快乐得这个奖状 是的要去庆祝啊 哎呀什么好庆祝 就是这样 得一个不得一个 今天得不等于明天 你看他讲这样的话之后 其实他是觉得 表达来做什么 没有什么好处 甚至有一些人觉得 如果我表达就是我是个弱者的表现 人家就是原来你的人就是这样的 明白吗 他会觉得 尽可能喜怒哀乐不要表达 表示我是一个成熟的 我不要像那个人这样 哇你看高兴就跳啊 整个人欢喜若狂啊 找人啊 不拥抱啊 哎呀不成熟 我成熟高兴的时候 我也笑笑 嗯OKOK就好 所以当你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去真正把内心的喜乐表达 我就讲你不表达你不讲你的大脑里面上周所讲的上次 你就不会不会有这个情绪的释放出来 就没有那个多巴胺的分泌 让你有那种兴奋喜乐的那种情绪啊 嗯所以如果你真正要学会快乐的话 你要学会放下自我 刚才我所讲的那种怕给别人知道 不想跟别人讲 习惯性的收藏 你不放下这一切的话 你不会表达你这个情绪 你连喜乐的情绪也不会表达出来 嗯是的 那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很无群 很冷酷 很无情的感觉 好像没有感情 没有情绪的表达 嗯 那可能身体也会出现状况的 因为我们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嘛 对 如果连喜乐都无法表达出来的话 我看他的那种身体的状况 也不是很理想 是他就会觉得 哎呀不用表达太多 就你把他所有的正面负面情绪 都压制在你心里面 当然正面的情绪还好 你压制了太多负面情绪 真的会影响你身体的状况 嗯 这个是对自己 但是有些人他不能够喜乐起来 不是自己 而是他怎么样去看别人 嗯 可能因为人跟事 常常都是你喜乐的来源 是 而你对人的想法里面 已经带着很多负面的想法 去看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也不会喜乐 你觉得啊 今天对我这样好 一定有企图的 都有目的嘛 都有目的 都往负面去想了 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你真的可能受伤过 你真的可能被一个 最好的朋友出卖过 你被一个最亲信的人骗过 所以你开始对人产生很多的麻木 哎呀 对我好是假的 你开始麻木 那个警戒心很重 很重 然后你就很仇视 甚至很怀疑 所以你常常用这种心态去看别人 所以别人送你 本来讲 看到一个蛋糕 你应该很高兴 但是你看到蛋糕是 知道他送来的时候 你就感觉 哎 他有什么企图 他是不是有一些 后面有一些要求 要我去完成的 你就宁愿不要吃了 所以本来我讲 别人 别人看到蛋糕很高兴 你看到蛋糕就猜想很多 因为对人 产生很多的怀疑 甚至不要糟的 就是你很容易的 不止你不会喜乐 而且你以牙还牙 你很容易动怒 一个人一看到事情 就很容易动怒的话 很容易生气的话 一点点不如意不顺心 对人对事的话 他很生气的话 他不可能喜乐的 所以有些 我们讲有些 身为高管的主管的人 他一进到办公室里面 就看这个不爽 这件工作没有做 那个事情并不合他心意 他不可能带给整个公司 很喜乐的 别人看到他 就很讨厌 他总是挑人家的毛病 总是看人家的短处 不会欣赏人家的长处 或者优点 所以你有这样的上司 你这样的老板 你觉得整个公司 会有一种很喜乐的气氛 大概不会 很只会给人 感觉到有压迫感 全部人也不会 你自己不高兴 别人也不高兴 是的 情绪会影响情绪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曾经过 这个日子里面 我在讲被别人伤害 是一个真实的情绪 但是是不是可以放下这个伤痛 这个人跟你上次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件事跟你上次所面对的事情 完全不同 所以你用这种似的 用这样的方法 放下你过去的伤痛 换个角度看人看事 换个角度 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 你今天的人跟事 别人给你蛋糕 你就存着喜乐的心 看到一些好的人 做好的事情 你不要存着任何差异的态度 而是你觉得 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爱心 你用同情怜悯的心 来看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 我在讲 你的心情就会转变 因为你的想法转变 你的心情转变 可能不会 不会做很快乐 很喜乐的心 但是至少你没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那没有负面情绪 在看下去的时候 原来你就看到 好人好事原来这么多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随着 这些好人好事增多了之后 你的心情也更加愉快起来 是 我们每一天都面对不同的人 或者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个人的一种的智慧的判断 对吗 所以有智慧的判断 我们就能够保持心中的那种 快乐喜乐的那种情绪 对 他能面对一个困境呢 面对事情呢 我们常常华人讲的 不如意识长八九 是 所以不长八九 我怎么可以喜乐起来 好事只有一二 明白吗 我想这不如意识长八九 是你的想法 你的看法去看 事情没有好坏的 很多时候不是绝对的好 也不是绝对的坏 为什么有些人在困境当中 仍然可以走出来 有些人甚至在危险的过程当中 看到有机会呢 完全是你一种心态去看 所以我觉得 面对困境 面对难处 面对不如意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多开放自己的心态 接受那个可能并不是造出你的想法的结果 甚至常常记得 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有一种不倒翁的心态 使我倒下来 但是我是不倒翁 我很快就会弹起来 真的越战越勇啊 如果你有这种失败是成功之母 不倒翁的心智或者心态的时候 即使很多不如意识 第一次把你打倒 你爬起来之后 第二次你就不容易这么倒下来 因为你第一次倒下来的经验 就可以帮助你第二次更快的爬起来 千万记得 不要一倒了之后就永远不起来 不要一蹶不振啊 这样你的心情永远就是负面的 你就再也找不到喜乐的心情 所以你倒下去的时候是心里难过 但你慢慢爬起来 重新面对的时候 你是存着一种很快乐的心态 重新看这个事情 你里面就会慢慢涌流 你内心就会涌流一些新的喜乐 的心情就会出来 当你学会转换个眼光来看事情 存着感恩的心来看每一天 所度过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讲 你的心情就会快乐起来了 是的 那么展辉老师 喜乐是有秘方有秘诀的 我们还是回去刚才讲的 就是你要学会爱你自己 是 当你爱你自己的时候 当你懂得怎么珍惜你自己 把你自己看为是上天创造 你是独特的时候 对独一无二的 对你学会真正的接纳自己 不管我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一定有好的地方 当你多去思想你的优点 你的好处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更做好 你每一次就会想 我是不行的 我是不好的 我是没有用的 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被这些不好的思想 拉下来了 对所谓的天生我才必有用 要给自己加油打气 而且因为你有好的想法的时候 好的思想的时候 你要坚定的自信 继续的一天一天的快乐的 面对你的前面的道路 而且慢慢的学习 追逐更大的梦想 这样你就越来越快乐 因为你看到自己 前面是有一个很完美 很好的梦想在里面 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快乐 更好的人的时候 你每天走向前 你就存着很快乐的心 所以当你这样照顾自己 我讲身心灵都照顾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会好了 对喜乐的秘诀 第一 好好地爱自己 照顾好自己 我在讲 人是无完美的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我不完美 我一直在改变 我每天学习一点一滴的 慢慢改变那不好的 我就知道明天 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是是 不断地完善自己 真的 我们就向着这个目标来努力吧 追求真善美 还有爱 另外就是要纯洁 不要做一个复杂的人 是 爱他人 我觉得 你爱不但爱自己 你学会尊重他人 你学会尊重别人 你就爱别人 而且这个爱别人 是你主动的 你主动的善待 你愿意主动的付出 是 我在讲 每一次的付出 不等于有相等 平等的收获 你记得每一次付出 是你心甘情愿的 是 而且看到对方 接受呢 你给他的好意之后 他能够站立起来 你跟他一起喜乐 这样你的喜乐就争备了 不是我喜乐 我看到他站起来 我也很高兴 我也很喜乐 他说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主动的去帮助 你主动的去关怀 这样我在讲 你的喜乐 不单单可以扩散到别人 因为他喜乐 又会影响了你 你就真的觉得 你每一天都活得很开心 活得很快乐 真的 有一句话 有这么一句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还有助人为快乐之本 这些都是至理名言 我们都要记住 对 喜乐就一个部分 就是常常我们这两周 这两期都有讲的 就是什么呢 你要享受现在 纯粹感恩的心 每一天要享受 每一天都看到 每一天都有 每一天独特的地方 对 你喜欢你现在所做的事 你喜欢现在每一个时刻 你的热情就会来 当你有热情 去面对你所做的工作 面对人 面对自己 面对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真的 你觉得 哇每一天我就觉得很快乐 我觉得 哎呀今天真的活得 没有白活了 哇每一早晨 这都是新的 真的 对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我相信你一定是 你的人生是很快乐的 当然我觉得 你能够寻找西会 学习新的技能 当我们学习新的技能的时候 是你自己提升自己 你也真的觉得 嗯 每一天学会一样 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懂 嗯 我可以用这个新的东西 使我自己更快乐 我能用这个新的这个技能 我可以帮助到别人 是的 可以使别人更快乐的时候 嗯 我在讲 你当你每一天这样活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很喜乐的 面对每一天 真的 你每一天就非常充实的活着 对 活到老 学到老 我有能力学习 我就要进 我的本分 进我的能力 去学习 做到最好 嗯 所以我们要爱自己 还要爱他人 另外就是享受现在 还有什么秘诀吗 当然最后的 我觉得 还有那个学习的机会 珍惜你每次的学习机会 嗯 当然我觉得一个快乐的人 他身体要健康 是 如果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也快乐不起来 嗯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是 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大的原则 嗯 我们讲身心灵 身体要健壮 是 你心也就会 高兴 但你的灵里面就会 充满着喜乐 真的 我们希望 我们大家 每一个人都彼此互相的 勉励 尝尝喜乐 我是管家 罗敬芳 我是林展辉 我们下支节目 再会 再见 本节目由 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环球传播 ORG 盼望您将节目 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